阿宝好像很得意的啊 心里美滋滋的在受领着这番感激 没有 我在想 我在想如何把他的工资涨到一千块钱 真的这么想的 是 是吧 那你就多来艺术人生 下个月就两千了 那阿宝有什么话对这些乡亲说吗 其实现在 你知道现在这个资讯网络太发达了 其实戏曲黄金时代已经过了 但是我希望杨高西亚人台 作为最基层的一个民族的艺术团体 我希望能够保持这个种子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好 谢谢 谢谢演员们 谢谢